刚刚呢我把这个地方画了个图 咱们再去理解一下 这个图呢就是和上面就会是一样的 好的嘛来咱们对应的这个代码 对应这个图呢咱们再去说一下 来第一部分 程序啊这个地方有个建筑导致代码 咱们再来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按着来啊 看着咱的加强加强 程序呢python的代码一定是从对上面开始指向 指向到这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它定义了一个函数 定义的是谁呢 定义了就是此时的这个函数 它叫set function OK只是定义不会到里边执行 跳过去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又定义了函数 这个函数呢叫做test1 好了再往下走的时候 先要执行等号右边的 等号右边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去调用set function set function在哪呀 当我从上面下来的时候 我路过了test function这个变量明了吗 路过了我就知道 如果我没有路过它加强课 我就不知道路过了吧 路过了让我知道 掉谁呢就掉它 当我从这去掉它的时候 我是带着东西过去的 带着谁呢 是带着这个函数的引用过去的 你说没错吧 又因为你是用了func这个变量来接收 所以说我给你什么 你指向谁 因为python的这个传递 是不是都是引用吧 它并不是直复制 是引用复制 那么不相当于tis的1指向谁 给了你谁吗 又因为tis的1就是指向这个函数 那么所以说你的function c这个变量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了吧 没问题 那么我过来了 给了你东西f1c指向了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又定了函数 那么又定一个函数 咱们就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相当于又开辟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谁指向它的呢 靠方程这个变量指向它 请问是这个靠方程变量 是不是指向这拖东西了吧 执行完这句话之后 意味着你在这个函数里边有个变量 指向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函数不会到里面执行 翘回去 接下来直接执行第六号 第六号就是ret 返回什么 意味着你的tis的set function 结果是什么 返回的是谁呢 返回的是内部函数的引用 那么基本的讲 此时返回的是 返回的是 tis的1对中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指向了里边内部的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tis的1既然指向了它 请问原来tis的1指向谁 咱们画个图 来 这个地方咱们画个图 原来的时候 是否我也可以认为 这个地方再来个箭头 原来的时候tis的1 是不是指向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地方再来一个 原来这个的函数呢 是set下货线 function 所以说函数名 是不是相当于代表的 是不是变了名 是不是他们都指向这个东西啊 没错不通吧 可以的啊 那当我接下来 让tis的1等于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的返回之是不是他呀 那1和tis1怎么知道了 他还指向这个东西了吗 他就不指向了 那么tis1指向谁了呢 哎 这个复制一复出了啊 tis1是不是就指向这个型的 这个他就不用了啊 这个他就不用了 那个就飞了 那么请问现在tis1不用这个了 而是用这个 就一个变了 他不可能同时指向两个了吧 所以说这个呢 他给他标记标记啊 这个他打个叉怎么打个叉呢 打个叉啊 我就画啊 因为那个那个那个东西的那个截图呢 有可能画的画的就没了 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我用这个截图的给他画啊 这边讲 现在是不是这个就没了吧 我换了颜色 咱省的区分不了啊 完成我黑色 好了 这个就没了 请问tis1是不是指向那个函数啊 tis1指向那个函数 那么是否意味着 我接下来再去调用第17号的这个tis1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啊 怎么着 tis1指向谁 我是不是要谁啊 调呗 那你调啊 是否意味着先打印权限一 再权限二 打印完了这两个东西之后 请问接下来再调用FUNC 意味着什么呢 FUNC指向谁 是不是回过去去调谁啊 你看看这个结论 是不是先把 你在这里边写的这个代码 先执行完 然后FUNC这个变量 你传递给 你让他指向谁 就是你 你调他的时候让他指向谁了 请问 是不是接下来 谁是不是就被调用了 不就实现了这么效果吗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原来人家调用tis1的地方 统统不需要修改 但是我确确实实实是把tis1的指向 是不是给他改了个地方呀 其实这就是装饰器的实现原理 咱们写上这一句话 最后的结论等价于谁呢 这个地方我就在这个地方写 写在这吧 写上at set function 等价于 等价于 这句话等价于这句话 听了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这句话就等价于这句话 因此大家想 我有简单的 我为什么有很复杂的 请问我是不是写个at符号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更简单了吧 那么 派黑里边再有特殊功能 咱们往往就说它语法堂 那么这个at符号呢 这就是语法堂 就是一种特殊的功能 就像魔法一样 对吧 写上一个at符号 这一种的结论呢 就等价于他 这个就叫装饰器 听懂我意思了吗 总体的感觉就是说 嘴挑 总体的感觉就是说 一样嘛 在调用这个函数之前 做思想 一样嘛 在这个函数的之后 做思想 他不能做到 在这个函数的一部分里边 做事情 比如说 你在这里边有 泰式的一 泰式的二 泰式的三 我在泰式的一 泰式的二里边 加个东西 请问这个能做到吗 不能做到 对 要么在整体之前 要么在整体之后 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吗 这个就叫装饰器 有的地方呢 或者说在面试的时候呢 有的人也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做修饰器 就是有一些人 他也叫修饰器 因为毕竟很多词语呢 它都是翻译的音埋 对吧 你这个翻译者不一样的 对中的结论不一样 记住了 也叫修饰器 也叫装饰器 反正都是 都是对原函数加功能 听得清楚了吧 这个在面试的时候 基本上是必问的 好了 装饰器 咱们刚刚给大家就把这个原理呢 给大家说完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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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